有一年我到洛杉矶他告诉我 他已经听了26遍 我是难道 继续再听 听一百遍 一百遍听之后他会讲了 他现在在美国到处讲 很多人请他 熟透了就变成自己的了 所以现在真正发心出来学讲经 这是菩萨心 真正是大菩提心 方法就是一部经 不要学多 学多了你就学杂了 就是一部经 专学一部经 专讲一部经 你就变成专家了 你学一部弥陀经 专讲一部弥陀经 讲上十年之后 哪个人看到你 一定是爱阿弥陀佛来了 你就是活的阿弥陀佛 你专讲无量寿经 你就是无量寿佛 你专讲普门评 你就是观音菩萨 你专讲地藏经 你就是地藏王菩萨 专就搞音一样 作为世界上顶尖的专家 多了就不行 多了就不专了 现在专好啊 交通方便便捷 全世界哪个地方 想听地藏经 听说有个地藏经专家 活的地藏王菩萨 一定来亲你嘛 打个电话 传真给你 你马上就可以去家了 专家了 不要做通家了 通家不容易做 不容易成就 专家容易做 容易成就 跟个好